环游欧洲第十国,芬兰 大家好,今天我们从赫尔辛基来到了芬兰的一个小城市,拉蓬兰塔 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根本没有听过这个城市的名字 但是对于我,却是一个念念不忘的地方 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想 时隔22年,我终于又回来了 这里不仅有我想念的学校和曾经住过的宿舍 更是在这里,我找到了通往这个世界的那把钥匙 一进来这个城市,我就发现,真的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城市的范围变大了,新盖了很多的楼房 就连学校的校区也变大了很多 遇见一个在读的学弟,了解到很多老师都已经退休了 学校也翻新和扩大了 那男孩还说欢迎你20多年再回来 这个就是欢迎新兴的那个介绍短片 刚来的都要看这个,然后参加新生欢迎会 图书馆也变得更大更先进了 但是仍然保留了给学生们免费上网的地方 当年的网络没有那么发达,我也没有自己的电脑 我所有的作业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甚至就连我给家里的每一封信都是在这里写的 那个时候我要先发邮件给我在北京的同学 然后他帮忙打印出来,再邮寄给我的家人 想想我们现在的生活有微信是多方便呀 食堂装修的更漂亮了 可是饭菜还是我们当年的那几样 然后就是校车了 你上完课以后你回宿舍或者是去那个市场之类的 就在这儿看那个时间 好了,现在就可以去看看我亲爱的宿舍了 这个是吗 不是 不是,没有这样的 这儿好像是 啊,这儿好像是 这是市中心 那我宿舍应该在后面那个方向 往那边这儿看看 这没有地址,怎么找宿舍呀 来找我 您这户边应该能找到宿舍 这儿有印象吗 没什么印象 你为什么一定要找到你的宿舍呀 这个宿舍呀 对于我来说 比对这个学校的感情还深 因为我从小啊 就一直享有一个自己的房间 我来到芬兰以后 我就是这个宿舍就是我自己的一个房间 自己的一个空间 在这种一国他乡的地方 它给了我足够的这个安全感 我觉得 是很温暖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特别也特别想找到这个地方 但是你看这边现在全是新楼 就我根本就不认识 这个右边是湖边 但是我就记得宿舍离湖边真的不远 我都走路过来的 可是根本原来没有这些新楼 其实让我觉得太晕了 咱们都找半天了 没找到 要是找不着你可别太失望了 未完待续 好 散会 刚刚我照片 啊 我梦 断交好 团